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描描助长 上智的人缺少 学者无超落圣人之理 你是初学者 是吧 你要超落圣人之理 不可能 一起一伏 一进一退 本是正常的吧 那叫自然是功夫劫次 不可以我前日用的功夫了 精确不济 我前一天用功夫用得好了 是吧 今天又不如前天了 精确不济 便要较强 做出个没有破绽的模样来 不要装样子了 这便是助长 若你是要勉强的说 我还是在前进了 这叫助长 这一牙描助长的话 连前世纪的功夫都坏了 此非小过 如果我们有这种情况 这不是个小过错 披露行路的人 遭一决 滴 这不是搬了一脚吗 滴下来了 起来便走 不要欺人 做那不成跌倒的样子出来 说的多 多口语话 能有时候要装呢 明明已经摔倒了嘛 马上起来 好像没倒啊 跌倒了就跌倒了 诸心只要常怀 常常怀个顿事无梦 不见事而无梦 顿事无梦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世上的人都认为你没什么好 都认为你没什么意思 你的话也不对 不要难过 不见事而无梦之心 事就是肯定的意思 不见事就是不见到 他能对你的肯定 不被他能肯定 能来心里不难过 是吧 依此良知 忍耐作曲 不管人非笑 也不管人毁谤 也不管人荣卢 认他功夫有进有退 我只是这治良知的主宰 不要停息 久久自然有得利处 一切外事一智能不动 外面的事情的变化 或者我做事情的结果如何 都不能撼动我 接着又说了 人若着实用功 谁能毁谤 谁能欺瞒 处处得意 处处是尽得自知 若不用功 只是磨也 终被雷倒 如果你不自己着实用功 别人对你的毁谤就起作用了 是吧 简直是磨了 终于被雷倒了 雷倒了 这也是新学精神的体现 新学精神就是主体性精神 我们用功是自己的精神修养 我们用功是让我们自己的人生充满意义 不是为了别人来表扬 不在乎别人是承认还是不承认 是诋毁还是赞美 所以人不要 眼色自己 有时候我们就 就一下子 弄错了 或者就如地倒了 是吧 不要装着自己不断在前进的样子 一起一服是正常的 一进一退也是正常的 有时候我们就退一步 后来才进三步呢 是吧 你不会老是退的 因为你在用功 用功并不能表示我们线性的前进 总是有起伏的 因为每每就是我们犯的过错 才给我们更大的教义 给我们的帮助更大 不要天真的想 自己的用功要顺利的很 往前走 一路畅通 一番丰盛 下精神修养的功夫更难 是吧 他本就会有进退 有起伏 无养无浩然之气 容易吗 不容易 养得浩然 正气了 浩然之气了 方能什么 美大 圣神 敌业充实了 充实自为美 充实进一步来了 充实有光辉 自为大 所以这就是黄秀一路 第七集讲的意思 我们把它看成也是养性的功夫 这养性的功夫啊 这方面是也重要 就是不要管别人 对我们是悔还是欲 这正是功夫体现的地方 人呢 就是社会性存在 既然是社会性存在 我们最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是吧 给予 大家给予很好 一致的好评价 那个精神满足感很强的 你知道 大家一致 一致的说你不行 诋毁你是吧 那个难过也是很正确的 因为人是社会性存在 但是既然面对社会上各种的分 要八分吹不动 那就是苏东坡那时候死最后两句 八分吹不动 端坐纸巾连 这算是一个境界 别人表扬你是中风 别人诋毁你又是中风 别人诬陷了你又是中风 整种的风 据说有八种 这是佛教的说法 要吹你不动 当然按照慧能境界还没到 要后来发现什么 风都不是风 就你觉得是风 你还是有问题的 风吹翻动 究竟是风动 还是翻动 都不是 人者心动 人家表扬你了 是中风吗 这风哪里来 你高兴了吗 你得意了吗 这个表扬就成为一种风了 你没有把它看成是表扬 别人诋毁你了 你也没把它看成是诋毁 因为你心没动 风也就没了 最高境界 陈宗讲的 那么杨明的意思是什么呢 也是最后要达到自己 这个境界 我只是自 我只是这自良知的主宰不息 就可以了 一切外事 自然 以智能 不动 不是硬顶住 硬顶住 就是说 人家表扬你的手 别得意 别得意 已经得意了 人家批评你了 别难过 别难过 已经难过了 是吧 必须念 那个悔誉 悔誉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自然不存在 这一段课 就先讲到这里 这一段课